你要知道这次英国舰队出发之前 就国际车会一片吵闹啊 是不是啊 一波三折一波八折 我为了向你表忠心 最后呢 你一句不把英国如果不把重点放在亚洲 作为盟友可能会更有帮助 你这你这话这话他他太伤人了 对不对 傍尔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上区居民司马兰 今天跟大家说说 英国的伊丽莎白航母啊 这航母很逗啊 绕了地球大半圈 然后呢折腾个六够惹了一大堆麻烦 遇到了一些危险 被世界网友嘲笑 最后呢终于到了南海嘚瑟一圈 这嘚瑟一圈还没完 一嘚瑟麻烦了 说遭到中国核潜艇跟踪 核潜艇跟踪 那中国网友说你干嘛来了 对吧 你说有几艘几艘几艘 你说呢把你跟踪了 你也不看看这谁的地盘啊 你到这来你怎么能 你应该想到啊 你这事应该你先想到 是不是 什么093还是094还是098呀 六个小时你都没发现 如果 如果你在这儿不是因为事先约翰逊呢 小金毛 你说了很多软话 如果你在这儿做出挑衅的行为来 那纯粹从军事角度来说 开火 打沉 也说不定啊 这都是中国网友的话 当然说的话比较爽了 事实上在今天呢 今天打沉英国航母这个 有可能 有实力 那也没有必要 因为今天呢 英国虽然跟着美国人跑 但是他是一个 英国 还是美国一个小兄弟 今天在世界上 主要给中国制造麻烦的 还是美国 而不是这个英国 所以呢 英国航母来 我们是持一个什么态度 我们是持一个很好呀 那你这人来了 既然来了 那解放军的核潜艇 就伴着你嘛 伴着你几个小时 你走几个小时 我们就围着你走几个小时 相当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靶船 对吧 相当于一场联合军演 相当于彼此之间的 有一个默契 来之前呢 约翰逊呢 和中国就有默契 你既要给美国面子 要到中国南海来秀肌肉 要表现出 我脱欧了之后呀 我现在还是一个海军大国 我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 我呢 要到中国来 就是要给中国以威胁 这是跟那边说话 一转身 这边大家还记得吗 约翰逊首相 就专门表示说 我们去 我们去南海 绝不是要跟中国对抗 知道吧 航行东南亚呀 不是要险限和中国的别扭 而是为了执行呢 你也知道 叫国际通航权 知道吧 这一共 我们这3700多人 这航母 加上这个 护航的船呢 我们就想 争取一下 让大家认为 我们英国还有呢 非凡军事实力 您知道 我们是信法制 信民主的 我们顺便的 就宣传一下 法制和民主 相当于一次呢 上市公司之前 这个路眼 没有威胁 他自己说的很逗啊 说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叫我们的中国朋友 表明 中国朋友 你来威胁中国 还喊中国朋友 嗨 中国朋友 我们相信国际海洋法 并且我们以自信的方式 但是呢 我们是绝不对抗的方式 明确这一点 大家知道吧 这伊丽莎白出访 这个 叫出访 这一路 于哈勋先这么喊了 那就是 既要跟美国说 我 就是要跟中国过不去 一面跟中国说 嗨 中国朋友 我们 我们就给他一个面子 嗨 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我今天不是要跟 跟各位说这个 这个我以前讲过了 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 伊丽莎白呀 不是讨好美国吗 讨好美国的结果是 热脸 贴了人家 贴了人家的冷屁股 我看我的朋友 陈仙一先生 解放军报的 原来的文化部的老主任 他写了一篇文章 用的就这标题 这标题跟 隔壁王奶的词一样 热脸贴了人家冷屁股 你本来这个 舰队出发之前 就遭到国际社会的群嘲 对吧 行情期间更是经历 多种波折 为了向美国表忠心 最后呢 换来一句 谁说的 奥子听 奥子听听是谁 美国防长啊 美国防长说 如果英国 不把重点放在亚洲 作为盟友 可能会更有帮助 这什么话呀 你还黑着脸说 英国人多受刺激 你知道英国呀 当年日不落帝国 那是全世界海军最强的 但是今非昔比 今天我们拉着 三千七百多人 绑个地球绕过来 你以为我们容易吗 我们到出来 本来是你们说的 而且你们还挑唆 窜到我们 要闯中共十二 中国十二海里 岛礁 我们亏了没听你的 这话太寒心了 这话什么意思 如果英国不把重点 放在亚洲 作为盟友 可能会更有帮助 这话翻译过来 那执意过来 那就是谁让你来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你作为村长 作为大哥 我们来一趟容易吗 我们病的病 残的残 然后呢 伤的伤 就差漏油 这种事情都保不齐就要出了 美国人就这样 美国就是老大 英国人呢 这次呢 反正是心里非常非常不爽 前几天英国还表示说 要留两艘 放到南海 结果奥斯汀说 你如果不来的话 你对盟友可能帮助更大 你本来是为了配合美国 万里迢迢 从英国赶到太平洋 结果如何呢 结果就现在被美国人 这么给抄了一顿 说谁让你来的 我讨好你 你拿巴掌打我的脸 这次英国本来是为了讨好美国 然后呢 为了明确我们之间的盟友 我们价值观一致 我们行动协调 而且呢 我还准备呢 扎住在日本 日本没表态 日本呢 脑子怎么想的事不知道 但美国人呢 不买账 美国防长奥斯汀啊 他对英国赴亚太的 这个军舰最近提出质疑 英国不是 不但是尴尬 脸红 而且呢 觉得特别窝囊 你要知道 这次英国舰队出发之前 就国际车会一片吵闹啊 是不是啊 一波三折 一波八折 我为了向你表忠心 最后呢 你一句不把 英国如果不把重点放在亚洲 作为盟友可能会更有帮助 你这你这话 这话 他他太伤人了 对不对 全球零距离 大家喜欢这么说 但地球毕竟很大 英国海军一万多 还得拉出来 实在是不容易 两个月前出发 那五月份就出发了吧 伊丽莎白 航母编队 进入亚太水域 这一次 路上遇到着火了吧 遇到 还一次遇到什么 动力缺陷了吧 是吧 护卫舰还失踪了 疫情还爆发了 我刚开始做那期节目 我说他不漏油就不错了 油倒是没漏 但失踪 失踪比漏油还严重吧 失火比漏油还严重吧 好不容易 颠簸着 离了歪斜的 终于到达目的地 这个打击编队啊 主要携带的是两艘补给舰 一艘微断量号舰 在出发前三天 大火就着起来 没跟上 你着火怎么跟着走啊 你不能一路火把 是吧 打着火把走 走到一半的时候 另一艘主力战舰叫钻石号 又出了严重的故障 什么故障不知道 反正被迫返航了 另一艘同级的姊妹 叫魏石号 失踪了几十天 跟不上 联络不上 你这种事 你还没打仗呢 对不对 还说去威胁中国 中国什么都没说吧 中国什么都没说 你自己变成这个样子了 保卫者号 在进入黑海之后 那是一次 那是真有点危险了 进入黑海海域 俄罗斯炮火警告一顿 俄罗斯炮火是既有呢 船上发来的炮 又有呢 飞机上打下来的炮 开始在那上宣誓主权 还要自由航行 俄罗斯战斗民族 一顿招呼 你走不走 不走 往架上打了 吓得赶紧 英帝国主义 夹着尾巴逃跑了 紧接着 伊丽莎白女王号 还被导弹 导弹威胁过 国际社会 你说英国这一路 应该说面子 面子太丢人了 太丢人了 过去全世界谁敢这样 谁能这样 现在英国就变成这么一个 本来是想我不容易 对吧 我不容易美国人的表扬我一下 非但不表扬 还拿这话甩过来 大家知道 肯特号护卫舰 是不是好像也发生过什么事 什么事 人命关天的事啊 士兵死亡 水兵意外死亡 还有伊丽莎白 这个航母上 航母本身没事吧 谁说没事 一百名 说百名左右的海军官兵 感染新冠肺炎 英国海军 你说说这一路 这两个多月 发生多少事 有个词叫什么 叫命运多喘 读不准就命运多劫 英雄豪劫 今天不自由了 今天的这个遭遇 实在是太尴尬了 英国航母 按说你就打到回府就完了 不竟然是美国人 那么说打到回府就完了吗 但是英国人为了不失颜面 还强撑着 强撑着 克服那么的困难 一定要失望这个中国南海 但挫折归挫折 英国对美国的承诺 不能忘 于是满身伤寒的英国航母编队 搭配着美国荷兰的舰船 最后摇摇晃晃的 到了亚太海域 陈歇一先生用的词好 叫摇摇晃晃 军舰海上本来就轻轻的摇 海上巨浪 那你没出过海不知道 那巨浪还是相当大的 我做过俄罗斯的核动力航母 那不是核动力航母 核动力破冰船 在核动力破冰船上 我在这个北面上整整飘了半个月 白天晚上飘了半个月 那是核动力破冰船 你不知道开的有多快 在大冰上咔嚓咔嚓 那大白尾就咱们车开快了以后 然后一转方向啪那尾巴就甩起来 什么阻碍也没有 海上 那感觉相当相当刺激 英国人这一路足够刺激了 刺激了 但是没想到英国人贴了美国人的这个冷屁股 那要更刺激美国人甩话给他听 美军不是说渴望在亚太建立一只秦王之师吗 为什么对英国人这么说话呢 这叫两面性啊 奥斯汀如此赤裸裸表达对英国海军 这叫什么呀 这叫嫌弃 还是嘲弄 还是鄙视 反正英国人我估计约翰逊小金毛肯定是大大的不高兴 全球零距离的专家分析说说美国的目的呢 是要主导全球战略 这个全球战略啊 有三个三个板块特别重要 一个是这边的叫东亚 一个是那边叫西欧 中间这个叫什么呀 叫中东 他们希望各个领域当中盟友各司其职 照好自己的岗守徒有责 那么像英国法国德国他们的任务就是帮着美国遏制俄罗斯 然后呢在东亚这边呢是日本的韩国呀澳大利亚呀 除了这几只好听的随时拉上来听指挥的狗之外 还有呢就是现在拉着印度对付中国 当然美国希望我说话停就停 走就走各司其职 你们相互之间不能随便动作 英国在美国整个战略里边 那是服务于大西洋战略的 它的重点呢是在北大西洋 帮着美国堵着俄国 堪住法国和德 堵住堵着俄国 间接的堪着法国和德国 英国力量有限 它有限力量不可能分兵在亚太 你在军事上 你到这边呢 你自己扬言要留两艘船 你在日本喊这边你什么意思啊 你军事上没有意义 而且你属于不听招呼 对吧 美国人当然想的非常明白啊 为什么欢迎英国舰队到中国南海走一走啊 捧捧场子 叫唤几声 凑凑热闹 咱弄过声势 对吧 跟中国秀秀鸡肉 这是可以的 美国原来呢 就是想派军舰 派飞机 到这频繁出现 搞一点威慑就可以了 没有想到的是威慑 没起到啥作用 所以就想叫一群狗来 叫一下 骚扰一下 叫你不得安宁 所以欢迎英国 法国 德国军舰都过来 但是你英国要把军舰在这长住 那就不行了 首先不听招呼 对不对 不符合美国给你设定的分工安排了 所以按照美国的要求 你 陈仙一先生讲的特别逗 你说你就是美国的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 你现在随便决定了 美国当然就不高兴了 对不对 美国 美国嘛 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老大 这三代美国人 都是建立了一个 美国是老大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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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说了算 美国跟别人说话 都是居高的印象 一指气使的 高高在上的样子 大约在同一个时间 除了英国 法国 德国 印度 还有 这些国家派了一些 这个舰队前往南海 搞得亚太地区很热闹 各种军机相继现身 这些国家离亚太地区其实都很远的 但是他们都无中生有大汉 航行自由 我们要航行自由 其实是团团活活 在这地方 结邦 声势 需要指出的是 美国是出了名的 喜欢出尔反尔 出尔反尔 出尔反尔 因为他完全是一己私利 只要我合适 我跟谁 我都这样 对英国也这样 正因为这样 所以和英 和美国结盟的很多国家 都被美国背叛过 美国如此不霸道 不讲道理 背叛 烧人家自尊 那为什么他的那些小兄弟还往火坑里跳 陈歇一先生有个分析 他说 英国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他们并没有认为自己往火坑里跳 相反 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小账本 小账本写的是什么的 说美国人容易变脸 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操控能力 把这事弄得两边光 两边便宜 我都站着 实际的操作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真正碰到要命的时候 现在 大哥招呼我们 我们一空往上 我们起红家园往上上 但是如果真的 这事有威胁 对不起 我跑都来不及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英国人呢 是说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之下 那着个火呀 新冠肺炎病毒感染呀 什么出个事故 这都不是大事 这军舰也该练练 大哥一招呼 我们就来点个锚 说白了 就是两边都不得罪 两边光两边便宜都要占 所以这次才到中国南海 就转悠一下 响应美国的所谓的航行自由的号召 做这些所谓的海上的小活动 内心深处都是自己的小九九和自己的打算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美国拼凑起来的联合舰队也好 联合海军也好 他们真的有什么战斗力吗 多大程度上有战斗力呀 这个问题啊 我们的海军 我们的军事分析专家讲得非常清楚 其实美国自己也知道 没啥战斗力 就是大家来闹一闹 这是一种宣传战 而不是什么真正的海战 真碰到打仗的时候 没有靠得住的 没有靠得住的 最近英国方面又出来放风了 说什么从长计议 英国军舰还是待在英国好 可以起到在日本海一样的作用 这太逗了 英国呢 本来是出去要讨好美国的 不小心 说过了头 美国不高兴 美国巴就一把子 现在呢 英国又缩回来说 哦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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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军舰还是待在英国好 待在英国和 待在日本呢 日本海一样 这叫什么呀 这叫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体面的台阶下 哎 怎么会这样呢 这很正常啊 你看那个小孩子 那个小孩子 他做什么事情 大人说不学 啪 打一下 小孩自己会找个哲说 哎 那我玩另外一个东西 哎 拐弯呢 英国在美国面前拐弯 是实力决定的 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分工体系所决定的 他们在这种时候 体现出了他们那个层次 那个阵营当中的层次性 体现出了在这个丛林法则的世界上 即便是他们的内部 也是呢 大狗 欺负着小狗 对中国来说 无论是美国 英国 还是什么德国 法国 日本 澳大利亚 他们采取什么样的这种海上的战略来对付中国 今天在海上对中国造成实际的威胁 都没有那些呢 希望中国崩溃的 中国被吓住那些人 想象的那么大 到现在为止 人类还没有走出丛林法则 他们以为自己秀秀肌肉 就能把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吓住 他们未免想的太好了 过去我们把你们想的太好了 现在呢 你们把自己想的太好了 咱们下期见 下期见